本來是要好好練棋的 結果呢每次一回家呢 第一件事情呢都是先想說打開電視 然後呢看個一分鐘兩分鐘 結果呢一看就看了三個小時就 就時間就過去了 然後呢你就會發現到一整天呢就沒有練到棋 然後呢還耍廢了三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心裡就覺得非常的糟糕 哎呀我怎麼今天又浪費了一個下班的時間 然後呢就這樣子 日復日從一天變成一個禮拜 三個禮拜到一個月三個月這樣子 結果呢可能看了GoGo先生的 那個課程影片的可能一集都還沒有看 報名完了都還沒有看 那這個是為什麼呢 今天就要跟大家稍微 簡短的講一下這一本書叫做原子習慣 那這裡面呢其實我看到一張非常有感覺的就是第13章 他自己在講說 如何運用兩分鐘法則停止拖延 他裡面講的故事就跟我剛剛提的很像 就是大部分人呢 在 上班的時候大家都是做同樣的事情都在工作嘛對不對 可是下班的時候回到家的那一瞬間 就決定了 你接下來那一天那一個晚上的命運 什麼意思 比如說 那一個晚上你如果回到家呢 你一看到電視你就覺得 打開一下沒關係 好那你就打開 就想說看一兩分鐘 但是很常你看著看著 就兩三個小時就過去了 但是呢 我有幾次是這樣子 回到家的時候 我忍住了誘惑 然後呢開始 去看書 不一定看這一本可能看後面的一些書 那一個晚上呢就過得蠻充實的 就是 在那一瞬間 那這個原理是我從什麼時候發現的 就是從 看了這一本原子習慣之後 我有 有意識的 去 修正我的行為 比如說晚上下班的時候回到家 我覺得今天 說什麼樣我都要先拍好影片 拍好影片然後呢剪輯好上傳完 我才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是從去年這個時候呢 因為 遵循了這個原子習慣 這個規則之後 從2020年之後開始 慢慢的 一點 一點 一點的改變 所以原子習慣他這本書啊 他主要做的不是叫你說 一下子 就做一個很大的改變 而是從 微小的習慣 一點一滴的慢慢去改變 OK 那如果說你現在呢 你覺得你的生活呢 總是這個 浑浑噩噩的 然後下班之後呢 也不知道幹嘛 可是你又不想要浪費下班時間 你希望呢 給你自己的腦袋呢 再補充一些知識 學習成長 那麼呢 我們在接下來呢 有一個 原子習慣 實戰班 好就是呢 在那7天到10天吧 具體數字我 我有點忘記了 那7天到10天呢 就是呢 在告訴你原子習慣 在做什麼 以及呢 我們會陪著你要怎麼樣子去 透過原子習慣裡面的書中的道理去 改變你的生活作息 幫助你呢 一步一步的 成為一個 你自己想要的人啦 OK 如果說你開始想要 改變好你的習慣 開始 擁有一個好的生活的話呢 點擊下面的這個連結 OK 然後呢填寫你的 表單報名 那我呢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消息 我就會去聯絡你 然後呢我們呢就可以 一起透過原子習慣 去改變你的生活形態